凹什么啊 拜托 凹什么凹啊 真的不要凹 林志坚说什么 他自己现在被抹黑了 抹黑什么啊 白纸黑字拿出来对起来 今天一大堆梗都出来 梗都出来 他连错字都一样 那代表什么 代表你就是复制贴上 不然怎么会错字都一样 而且那个错字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名词 是蓝筐的蓝 中华大学 你这样子就把学术论文 给学术的论文认证 然后学位就给了林志坚了 你们学校的学位 会不会也太好拿了一点吧 我就当林志坚有参与讨论 那这份也是一个协作的论文 协作的报告 有可以这样子一鱼多吃的吗 一鱼多吃的吗 既跑去跟工部门 申请公标案的经费 又在研讨会上面 又在研讨会上面发表 最后成为贵校 贵校硕士生的学位论文 一份论文一鱼三吃 你们学校发放学位 会不会太腐烂了一点 你要为了护航林志坚 把自己的学位 弄得这么不值钱吗 以后就随便 其实有很多的 台湾有很多兢兢业业的研究者 他是著作等生的 是写很多论文的 但是你今天为了某个研讨会 写论文 就是在那个研讨会发表 你为了公标案写论文 就是为了那个公标案结案 为了学位 为了升等 他有各自的目的 你今天就算同一个研究 你在日后的学位论文 要引用你过去 曾经在研讨会发表过的 或是曾经接受 公标案委托的 那你也得在你的学术论文里面 很清清楚楚的引述 我林志坚 引述我林志坚 在当时的研讨会 或在这个公标案里面 发表的那份论文是什么 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 林志坚完全不交代 就号称同一份论文 就一鱼三吃 既跟公家申请钱 既跟竹科申请报销 结案 又跑去研讨会发表 最后成为你的学位论文 没有这种事的 没有这种事的 这真的瞎扯淡 一鱼三吃 今天小牛 早上我跟他对谈直播 他讲说桃园 桃园一鱼三吃 桃园有这个活鱼 一鱼三吃 没想到新竹有论文 一鱼三吃 还有这样子 通通一份搞定的 我要说的是什么 如果从我个人的立场 来说的话 从我个人的立场 来说的话 我根本不相信 林志坚有去参与 这个什么论文的写作 我根本不相信 不相信 这看起来是什么 我都 我看起来就很像 我们所熟悉的 我们所熟悉的 在新竹 中华大学在新竹 所以新竹怎么样 竹科也在新竹 竹科听谁的 竹科听林志坚 当时老板柯建民的 柯建民 新竹就是柯建民的 势力范围 所以柯建民下面的助理 年轻人帅帅的 有前途 不错 不错 要不要去来中华大学 念个学位 念个学位 你现在是大学毕业 你本来只有中华大学 气管系 学士学位 弄个硕士学位 将来要选举 要从政 经历也好看 那你是不是来学校念一下 那那个论文 很容易 那个有想办法 想办法什么呢 我们的教授 然后一定会全力指导你 那教授 想要拿公标案 竹科 要卖老科的面子 老科 想把他自己 下面的人 对不对 洗个学历出来 三方合作 何乐不为 皆大欢喜 教授 很多教授 很多教授 说不客气的 确实 确实 很喜欢接公标案 那有的本身是因为 这个研究 其实真的是 这个是 辛苦 不好做 那当然其中也不乏有猫腻的 那我们就先暂且不论 教授很喜欢拿公标案 那林志杰需要一个学位 那竹科要把面子给老科 一拍即合 所以我心中 就是因为我们跑正是跑久了 你有参与 我根本不相信 你有去参与这个什么研究 那就算你有 那就回到我前面讲的 有这样易于多吃的 有这样易于多吃的 这个我们家电视里面 有一位网友叫 Luli 对 我就是要举这个例子 台湾南北各有一家 各有一家大学 各有一家大学 行之有年 下岗有名声 高雄叫中山大学 北部中华大学 非常会经营政商关系 中山大学 当时李梅珍 论文抄袭风波的时候 不揪出一串 一大堆高雄的政商名流 然后呢 都是念中山大学 拿硕士学位的 陈菊啊 陈菊最有名的啊 你各位 你各位 我就要问你各位啦 你各位 聊天室里面 我们现在有526位 听众在里面 有没有一位 有没有一位 你真心相信 陈菊中山大学的那个硕士 是他自己写论文的 是他自己跟我们一样 有没有 跟这个 这个在演艺的时候 就就还要到处去拜托 这个老师说 可不可以当我指导教授 然后呢 这个演艺下的时候 可能演艺下 动作比较快的 动作比较慢的 就演而上 然后开始在那边 就是开始在写说 开始着手动工 写论文前三章 然后呢 兢兢业业 战战兢兢的 然后害怕被老师打枪 这个题目 可不可以啊 然后我这个文献啊 会不会被老师说什么 这个文献 文献探讨 会不会老师回顾 讲说什么 你这个没有独创精神 你这个 这个研究方法有问题 你觉得陈菊 拿中央大学 硕士的时候 他心中 他会有经历这一段吗 那同样的 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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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坚 中华大学这本论文 他会像一般研究生 这样战战兢兢的 走过这些 学术研究的历程吗 所以凹什么啊 拜托 凹什么凹啊 真的不要凹 林志坚说什么 他自己现在被抹黑了 抹黑什么啊 白纸黑一字拿出来 对起来嘛 今天一大堆梗都出来了 梗他都出来了 他连错字都一样啊 他抄袭的东西 连错字都一样啊 连错字都一样 你告诉我说 你再怎么参考 不会参考到错字都一样吧 那代表什么 代表你就是复制贴上啊 不然怎么会错字都一样 而且那个错字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名词 是蓝框的蓝啊 蓝框的蓝啊 那代表什么 代表你根本不是 你就是复制贴上啊 不然你怎么会无法辨识 那个字是错的呢 你连错字都一样啊 所以 所以 对各位 真的不要凹耶 然后林志坚后来的说法 都荒腔走板 讲的上是什么 我这个 2018年 2020年 都被检视过 都被检视过 所以呢 这又是无法炮制 要来抹黑我 哎 我不能理解 第一点 我还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被检视过 可能我孤肉寡闻 不知道我们大致间 在大新竹市 曾经被检视过论文 我查来查去 2018年 他上次选举的时候 他上次选举的时候 2020年 然后呢 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 然后呢 那时候 说什么 时代力量 在检视林志坚的论文 所以他已经经过 抠喜啦 证明他的清白 我真的没有印象 我后来去查了是什么 当时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 在攻击的 是郑正前啊 是国民党立委 郑正前的论文啊 郑正前也是中华大选 拿了一个学位啊 他在攻击 郑正前的论文 是不是 是不是抄袭的啊 我就没听到 所以我后来 查了老半天 就是郑正前啊 你时代力量 在攻击郑正前 我没有看到他 检视林志坚啊 后来 才发现 原来 原来 是当时在 李梅珍事件 引爆郑正前 很多人论文 都被拿出来 攻击的时候 然后呢 其中 有人提到一句说 中华大学的论文 必须要严格检视 林志坚也是 一样 要一视同仁的 一概检视 没人检视啊 那就是一个 就是提到这一句而已啊 好 那就算有 就算有 就算有提到你这一句 我被检视了 哎呦 我被检视了 请问一下 你曾经被检视过 你曾经被检视过 跟现在这些具体的 市政摆在大家面前 大家都觉得 你的论文是抄的 请问一下 这两件事情 可以解释什么 今天 大家把证据摊在你面前 你六个章节 都涉嫌超级 表格都一样 英文文献完全照抄 中文文献只差两本书 两个来源 附录 几乎一字不差 新竹改成猛 这些证据摆在眼前 你就针对这些证据 回应就好 请问一下 跟你过去 有没有被检视过 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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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吗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这叫心虚啊 这叫心虚啊 因为你没得讲 今天如果我理直气壮 如果我 如果我就是 对就是 就是 可受检视啊 你今天拿这个来问我 我高兴死了 我马上把我看家保 所有资料都拿出来 攀在大家面前 我这个怎样怎样 不是超习 巴不得要出来 跟大家解释啊 巴不得要开个记者会 对不对 怎样怎样 跟大家解释 我不会说 这个之前讲过了 我不会这样讲啊 那你为什么要讲 说之前讲过了 为什么开记者会 要讲这些 我被抹黑了 我讲过了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没办法解释 那个本质啊 你没有办法解释 那个本质 你凹不过去啊 你没有办法跟人家 讨论说 你的论文 为什么六章都 六章都雷同 你没有办法去 跟人家解释说 什么 你当时什么 参与研究 竟然参与研究 声称参与研究 然后一份报告 是国家的 发了 用这个公标案 用公筒 去请学者做的研究案 竟然成为你个人的学位论文 你这还剽窃了国家财产 卡了纳税人的油 你没办法去回应这个啊 你没办法去解释这些啊 所以你只好 所以你只好 在那边东扯西扯 我被抹黑了 这个之前人家讲过了 国民党想要炮制一个宇昌案 因为你很想要 很想要赶快 赶快翻出一张牌 上面写着政治迫害 然后就赶快盖住 结束这一局啊 你没得讲啊 你讲什么 你好意思跟人家讨论吗 你好意思 你好意思 竹章竹竹竭 跟大家讨论说 这个是原创的 因为怎么样 我甚至怀疑林志坚 到底有没有看过自己的论文啊 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上到YT搜寻 中广新闻网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节目资讯哦